来看到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讯息 世界排名已经滑落到53名的大威廉斯 今天清晨以4比6、6比1、6比3逆转击败了阿根廷选手欧马切拉 三盘苦战让球迷们看见了网球选手 不到最后绝不放弃的超强意志 美国的大威廉斯在之前被诊断出自身免疫性疾病 如今复出后在上周日5月27号的法网公开赛第二轮 以4比6、6比1、6比3击败阿根廷选手奥马查亚获得胜利 七次大满贯赛的冠军大威廉斯在3月复出后看似步履南山 仍然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胜利 法国选手宋佳虽然一开局十分低迷 最后仍以1比6、6比3、6比2、6比4 在俄罗斯选手库兹聂索夫手上获得胜利 美国选手罗迪克对上法国选手马玉 国选以6比3、6比3、4比6、6比2落败 26号种子罗迪克已经10次没有晋级巴黎大门冠赛 马玉共发了13颗AP1球 耗时2小时22分获胜 新唐人亚太电视将比赢偏益